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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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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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對,他就是外酥內軟,然後好好吃喔 想不到Yuna也很愛吃 對阿,他吃到看到的雞蛋才會 我先吃鴨皮 你怎麼叫他哥哥完全是這樣子 他這個吃起來有點像 鹹酥雞的全部啦 好吃喔 嗯,比較怎樣,酥 比較厚 他就比較厚 對不對 他的 因為其實最有名的 就是,肉還是比較有名的是前端 那以前端的來餅校的話呢 那個老店比較的話呢 他們家的沒有那麼的甜 對 價錢 比較高一點 喔,這家還比較貴 那個 豬血糕兩塊,那邊兩片十五耶 喔 然後三條 三條鴨皮二十五 他是一串二十五 鴨頭好像五十吧 那邊包是四十五 他鴨皮很 很軟 嗯 我覺得OK啊 但是因為 我比較喜歡吃前面的 鴨腦 因為我喜歡吃東 東山鴨頭是甜的 喔 我比較喜歡偏甜 那他這個是 對,他這個是胡椒味比較重 因為有一些東山鴨頭 他就是偏鹹的 你血糕啊 他沒有甜味 對,他沒有甜味 對,他沒有甜味 然後 那家的米血糕太好吃了 嗯 這家就不起來了 那 應該是說 因為東山鴨頭它是炸乳 嗯 炸乳通常的話會比較是偏甜的東山鴨頭 但是這一家弄起來的話 他比較不是偏甜的東山鴨頭 這樣子 那你的筷子 好啊 這個 我的筷子 好啊 好啊 這個 因為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那是我炸 偏甜的東山鴨頭 所以這一家我不愛 還好我有阻止 你不要買太多 四季都還OK啊 有蛋蛋 有蛋蛋 嗯 但他東山那個 東山整隻的 好像沒有那麼塑膠 就是沒有那麼 有在一點錢 喔是喔 你試試看 你知道我吃這個嗎 沒有 我竟然選擇哪一個啊 當然就是你試試看這樣子 齁 你說脖子嘛對不對 有大一點點 喔 沒有那麼胡椒味 但是就顯得他炸的不夠 他沒有那個 東山鴨頭那個脖子啊 還有帶點有一點 外酥 酥酥硬硬的那種脆脆的 因為通常你 你炸這種皮一定是外面 他就是比較 比較軟 然後呢 就是沒那麼酥啦 這樣當然要看一下口感 這家米筋不要 欸沒啃乾淨 拿起來是日本 好就是吃我的就好了 好 這樣不行 這樣做多東山鴨頭 慢慢吃 慢慢吃囉 還 還是要把它吃完 需要啦 那我也想先來吃一下這個 喔 好好吃喔 欸什麼辣 微辣啦 我很緊張 花生 把它拌一拌 它真的是 我都賣到賣完很厲害 小蝎米 小豆豆 小花生 嗯 它配花生就很好吃 嗯 花生 花生是一個畫龍點睛的一個作用 嗯 一定要有一些花生 欸很奇怪 那為什麼 那個 燒仙草也要花生 這也是很特別的 這 我好久沒吃燒仙草 快點 阿美 把那個 他把所有的雞蛋仔都拿出來 然後呢 全部的雞蛋仔揉成一顆球 一次呢 你也 你也睡慢慢咬 LUNA 我想說我整袋都不見了 你不是給他整袋嗎 我沒有給他整袋 我什麼都給他整袋 他整袋 拿走 然後留著一顆在桌上 LUNA 媽媽要崩潰 媽媽要崩潰 你 有一種悲傷 呵呵呵 我告訴你我唱歌才不會被禁播的 沒有完全不像 如果今天 播出說不好意思 反全聲明禁播 我 就是我唱得太像 阿美真的很壞 你手上這個先吃掉 他現在很貪心 這超貪心的 他手上拿著 不可以 然後呢 就在想著前方的那一個 然後他不吃 他就在吃他 他在吃誰 我一講他就拿起來放在嘴上 小朋友都一定要行過這個 他鴨皮不行 他鴨皮太軟了 真的啊 會有噁心感 因為沒辦法 我可不可以這邊買鴨皮 就前面給他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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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辦法啊 因為那個 前面老店的 就是靠那個 前櫃旁邊 他鴨皮超快的 鴨皮 我跟你講 你7點之前就要 7點之前就要到他的盤位去 不要再介紹了 不好意思 我會買不到 對 你真的要買不到 鴨皮很軟 這鴨皮很軟喔 怎麼會這樣 其實他鴨皮不錯 他可以來這邊買鴨皮 而且那邊的鴨皮是 不要去前面買喔 他就算冷掉 也很好吃 酥脆永遠在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老店 真的就是老店 打電話來看有朋友在附近 叫他來請他吃宵夜 他說吃什麼 他說請你吃東西 然後再拿走 我覺得他是炸的不夠久啦 會不會 這個就是跟 經驗可能有關吧 那火候技術都很重要啊 而且我們每家炸法跟弄法都不一樣 不一樣 那我覺得 這家好像是加盟店 我覺得真的是 這種 其實我覺得食物的這種東西 真的是很看人啊 但是 就是 對我們來講 就是 甜味不夠 炸的不夠酥 那就不對 嗯 真的 因為 食物 但是我覺得還是蠻個人的 因為有些人覺得說 這個就是很好吃 然後 但就是 我覺得就是不合我們的口味 沒錯 好啊 我決定啊 怕他們有什麼友人在附近的 請他吃碗 吃盤東三丫頭 我吃 我吃很辣的 清末瓜絲 好 有很辣嗎 我覺得它是辣 我陪阿美聊天好了 對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囉 嗯 對啊 對啊